想要當演員嗎 來看到有機會囉 台灣第一部的客家兒童音樂劇 即將要開拍 而現在要公開的甄選演員 這部戲找來的是知名作家小野 擔任編劇 而且還有指風車劇團負責製作 在明年也將會在客家莊巡迴演出 甄選的條件是年滿18歲 一會翻跟斗 一會耍雜技 想和他們一樣站在舞台上表演嗎 現在有機會了 台灣第一部客家兒童音樂劇要開拍 公開甄選演員 年滿18歲 對表演有熱誠就可以參加 只是不會講客家話可以嗎 安啦 這不是問題 不管是男女或者是各個族群 當然你會講客家話是更好 但最重要是 你要非常喜歡這個表演藝術 有對舞台非常有興趣 這一點很重要 阿迪谷是改變知名作家小野二十年前的童話故事作品 還找來指風車劇團擔任製作 更把客家文化元素融合在裡頭 十分有看頭 選一個客家村莊的小孩 叫阿迪谷的 他本身會講客家話 可是他不太常講 他慢慢的變成主角之後 他有很多心理的故事 跟他爸爸之間的心理 一些障礙慢慢克服這樣 未來這部音樂劇明年將會在各地客家庄巡迴演出 因此演員征選時間到五月底為止 想要加入一起表演 一起感受客家藝術文化的人 可得把握機會 中天新聞台北綜合報導